кур星!", sture by Donald Trump R implement夹ществ 那我们今天继续看 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再次讲过 当平行天正光 他以布鲁斯克角 入射于界面的时候 都会有反射 全部都穿射 只有天正光 我们得以后会证明 垂直天正光没有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布鲁斯克角 我们善知 已经证明说 它是等于这个形象 就是说路射角 等于布鲁斯克角的时候 平行天正光 没有反射 那么这个布鲁斯克角 是等于这个值 那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形 来代表这个关系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这是布鲁斯特效 这是直角三角形 它的对边是1 它的0边是根号 1r over y2r 那么当然它的斜边就是这个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 这个是 up sign 那么我们从这个 ubtangin的来看 它就是 tangin的 cid是1 over n号 y1r over y2r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把 x2r等 x1r的关系 换成 n2 over n1的 那这个值 这个比较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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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三角形呢 我们要记一记 那么我们后来又证明说 如果这个图 按照这个图来讲 入射波 它有 它是一个任意的一个 一个光线 所以它可以分成 平行偏正 与垂直偏正的 两个分样 那么 它入射角如果是以 布鲁斯射角入射的话 那么 它的反射光线 就没有平行偏正的分量 全部只有垂直偏正 那折射呢 是什么都有 通通都有 这个是 这个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反射线 跟折射线 所以这个时候的角度呢 夹角是90度 我们再证明说 θib 加θib 加上θt 因为θr就等于θib 反射角等于木射角 所以这两个角加起来 也等于90度 那么就把这个是90度 这是暂时证明的 这是暂时证明的 证明的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从物理的观点来看 不要用数学字 用物理的观点来看 物理的观点来看 物理的观念来看 也可以看出 它是暂时证明的 不如施特角 加上这个 折射角等于90度 那这个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图 嗯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任意的光线 它把 它的光呢 分成平行 电场分成平行偏正 布魯斯特角跟垂直先生兩個分樣 以這個角,布魯斯特角入射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看 它入射到這裡的時候 它有反射角,有穿射角 現在我們就看 為什麼布魯斯特角在入射的時候 反射線沒有平均偏正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這個角 折射線跟反射線的夾角是90度的關係 你看這個 光線射到這個地方 它開始有反射,有穿射 我們不管是反射穿射 我們先看它在這個地方的振動 比如說,它穿射過來 穿射過來以後 它還是有平均偏正跟磁磁偏正兩個分量 還是有啊 那就是說,我們看這個地方的一個 一個光點 它也有平均偏正 平均偏正跟這個都平行 跟這些都平行 所以它跟這些平行的時候 因此這個振動 就是說它的振動 就是說這個關線 這個電廠 使得這個原子 要朝這個方向振動 這個方向振動 我們知道 一個帶電離子在振動的時候 會放出電磁波 而電磁波呢 它是一個橫波 所以,你朝這個方向振動的時候 它的電磁波一定跟這個方向要 垂直 所以說 平行偏正一定是朝這個方向 它不會在這個振動的方向 不會 因此這個方向就沒有平均偏正 那麼垂直偏正呢 在這個地方的垂直偏正 它震盪的時候 因為它是垂直偏正 所以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都是跟垂直偏正的方向垂直 所以它有這個方向的 它可以朝這個方向的行径 電磁波也可以朝這個方向行径 所以說 這個地方的電磁呢 在這個角度震盪的 木側角震盪的時候 因為它的震盪方向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方向就會有平行偏正 這個是我們從純物理觀點來看 這個是我們沒有用的 數學觀點 那現在我們要問呢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布魯魯斯的角 是在平行偏正的時候會產生 那就是說 我們上次說 如果這個γ是平行偏正的話 它等於零 才搞出了布魯斯的角 那它這個地方是平行偏正的 反射系統等於零 會不會有這麼一個入身 會不會有這麼一個BOOST ANGLE 那麼我們就先打定 這個等於零 這個等於零的時候 那麼這個詞呢 分子就等於零 分子等於零 就可以把這個詞 就畫成這個樣子 於是 於是我們就把 sin θi cos θi 等於1-3 θi 等於這一邊 等於右邊的平方式 那這個可以畫成這樣 cos θt 畫成1-3 θt 所以 skills 也是 Some 自製認的是 θ1-2 θ1-2 that1-1 分子 分子 MARTIN 分子 解釋 mark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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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s 分子 这个样子 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这个里头的 μ0 μ 这个地方 Y6统统统消掉 μ0也消掉 因为它有分子分母 都是黑糖 所以就配合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从这个 snail slope of reflection 就是 snail slope 折色定律 我们有这个关系 3C的T i等于N1 N2 也等于V2 也等于这个 这个里头 我们是用了 h 然后 我们 就把这个 这个式子等于这个式子 我们把 sin 平方 θ i 相 放在一起 其他的相 翻在一起 就变成 这么一个式子 之后 如果他的入射角是 θ i θ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如果是有个布鲁斯特角 因为他等于0 我们就订这个角色布鲁斯特角 那我们带到这个实质里面去 那现在Ci呢 用这个带哦 结果它就等于这样的一个结果 看看这个结果 合不合理 μ1等于μ2等于μ0 因为这才非磁性物质 非磁性物质 所以说 那这边的μ的实质物质 所以说 这个 笔值 μ1等于μ2等于μ0 所以这个 μ1,2等于μ2,2 那这就等于1 1-1就等于0 那这个分子 这个分数就等于无穷大 所以3平方θθ 它最大就是1 它不可以超过1 它竟然是无穷大 因此这个式子不成立 这个式子不成立的话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等于0 这个 μ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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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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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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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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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从这边入射的时候,它的布鲁斯特角是平行偏正光 从空气入射于silicon 的时候,布鲁斯特角是多少? 在布鲁斯特角入射的时候,它就没有反射,没有反射线 这两种状态的布鲁斯特角是多少? 我们用布鲁斯特角的布鲁斯特角是多少? 我们用布鲁斯特角的布鲁斯特角是多少? 看图A 平行偏正光,从空气入射于细的时候, 空气是介质1,锡是介质2 因此,空气的介贴常数是1 锡的介贴常数是11.7 我们用布鲁斯特角的布鲁斯特角的布鲁斯特角是73.7 所以,你这个关系一定要记住 有时候,你遇到的问题很简单 你记住这个关系 然后,问题马上就记得了 平行光线从细目射于空气的时候 就是说想说 一正一的 一正一的 hora是11.7 一正2ora是1 对我们�六で结贴 然后,一直来 ALREE 接各系的端 должен積極的 牛肉软区 прям的图ians 两个角bear 加上 好,几个三度 这两个角加起来是90多 也就是说,它从这里入射,然后到这里折射,没有反射 如果这个光线是反过来,从原来这个折射 从折射原来的路径再入射的话 它的折射角就是空气里面原来的入射线 这个时候,它也没有反射 所以这个关系很有趣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囤水 Freshwork 不是海水,淡水 它的界变常数是70 我们现在要求平行偏正光,从空气射向淳水之后 用布鲁斯特角以及其对应折射角 布鲁斯特角的折射角 如果我们用一个垂直偏正光 也用原来这个平行偏正光 用平行偏正光的布鲁斯特角射向淳水水面的时候 它会有反射,因为它是垂直偏正光 有反射跟穿射 我们现在要说,这个时候的反射系数 以及它的穿射系数 我们先看,布鲁斯特角是多少 那介质一呢? 空气,空气这个时候是介质一 空气,if1r等于1,if2r等于70 最好你在这里先把这个写好 最好你在这里先把这个写好 就是说,在解A的时候 解AB的时候,它都是从空气入射于水面 所以,if1r等于1,if2r等于70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开平方,它是8.367 按了这样的写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 布鲁斯特角 在套天津的8.367 是83.18度 这个时候 我们看它的折射角 折射角,我们就是用什么? 用这个 Snells of Reflection N1,3c.i 和N2,3c.t 那现在,3c.i 是入射角 我们是以布鲁斯特角入射 所以这个就换成布鲁斯特角 布鲁斯特角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 3t,c.t 1,n2分子 n1,3c.i bluester's angle bluester's angle 这个我们先画 这个画成 它叫界限常数 它应该是等于更好这个 分子也是更好 y1,1,1 就是这样 布鲁斯特角是83.18度 我们把这个字带进去 算 我们就解决 c.t 是等于6.816度 6.816度 我们现在看这个 就是说 我们 入射角 是83.18度 我们现在要看这个 这个时候 它是垂直偏正 它的 反射系数 跟传射技术 我们知道 这两个可以 用这个式子 和这个式子 来表示 这个式子 来表示 这里 这里 应该 这个应该 也是 写错 好 这个 因为你要用 这个有 cosc的i cosc的t 所以 我们就要把 这个 c的i 是等于 c的ip 等于83.18度 那cosc的i 呢 是等于这个 cosc的i 是等于这个 是等于这个 OK 那么 cosc的i 把这个代理 是等于这个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因为 s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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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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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里 是6.8 16度 cosc的i 是这个 那么 我们把它 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先看这个比值 这个比值 这个是70 困棄是1 所以 8.367 好 好 学子年正 它是这个值 那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c的i cosc的i 那你把它改一下 OK 好 那我们就 cosc的i 0.119 跟0.119 代表这两个字 然后这个 这个值我们算出来 8.367 这个呢 cosc的i 是9.0.993 0.993 0.993 我们把它算成功了 它是等于负的 0.972 1.972 好 那么 它的 垂直拼论光 它的穿色系数 是 这样子表示 就是 也是一样 我们把 cos θi 带进去 cos θi 带到这个 这个 这个值 带到这里 cosθt 带到这里 然后得出来 是多少 0.02 0.02 那么 我们 把垂直 偏正的这个关系 来 检验一下 看看 对不对 1-0.972 1-0.972 本来是等于1加这个 因为这是负 所以就是1-0.972 0.02 所以 满足这个关系 就表示说 我们算的 应该没有错 在空氣裡面行進的,均勻一面波 它的電場是這個形態 電場 I incident magnetic field 它的polarization是Ax,是x空向 這個是它的face vector 它入射於y等於零處的界面 這個界面是空氣跟劇本依稀的界面 如下圖所示 它把圖畫出來 如果它沒有畫圖 你們要根據這個來判斷 你把度射線畫在哪裡 時間的平均功率等於d-4W 頻率等於d-3W 入射角是58度 頻率等於d-3W 我們要求H0 我們要求H0 假設這個是一個時速 它這個上面沒有乾棒 那就是它沒有beneatural face angle Beta1 路射坡的總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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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坡的電廠 反射坡的磁場 這些都是它的向量型態 第一,就是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Wave 它的電廠 劇本一系它的各種參數 它Sigma2等於0 那就表示它也是一個不靠屬的界值 它的界電常數是2.56 μr等於1 這個總共值得好 如果它沒有告訴你的反難 你就把這個射坡 這是Y 那麼H呢 是X 所以 它只有一個分量 因此這一定是一個什麼分量 它是什麼分量 H呢 H是一個 H就是說它只有一個分量 所以它一定跟這個 路射面垂直 跟路射面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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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就參考這個 你就知道 它的Y Y是正的 Z呢 是負的 Z是負 所以它一定是這樣的 它不是這樣的路射 它一定從這一邊路射 如果它沒有告訴你 如果它沒有告訴你的圖 你可以自己根據這個圖 畫出來 這個圖 它也可以問你 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現在我們就來看 POP A要求什麼呢 要求H0 跟BETA1 那我們去想一下 H0 是什麼 什麼 什麼 東西啊 好 那我們就想到這個圖 這個是 Average Oour density 它的大小 是等於2分11 1分1h 0 2平方 如果是電場的話 它應該是什麼 電腦的電腦是2分之1分之10平方 用H上表示它就是這個 所以你這個式子一定要多用,把它用熟了 因為它很有用 它現在告訴你這個值 1.4Wm² 那H0呢 就反過來求 那你就把這個值帶進去 2 這個是1.4Wm² N1 這個是在空氣裡面的 空氣裡面就是377N5 1.4Wm² 這個等於算出來 0.0862A H0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看β1 β1 我們就用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現在現在是非常非常稠了 因為它是在空氣裡面 這個1 1 就是代表界值 1 是空氣 因此這個根號的這個值 就等於C分之1 Omega over C 那Omega呢 就是2πF F是3Ghz Ghz Ghz 是10的9次方 Ghz 對3成10的8次方 來除 20π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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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 3 5 2 2 因為我們要用在這個地方 用在這個 用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cos 性能力 這是i 這個是science 的i 我們就是用在這裡 把這個帶進去 這個就去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求 物色波克電子 那我就用這個science 這個science 這個science 我們用了多少次啊 無數次的人 雖然在 寫幾章 我們是 錘子 都是錘子度射 我們可以用手筆 但是 用這個science 最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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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要用這個science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是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 附射光行進方向的單位向量 所以你要把這個單位向量寫出來 這個單位向量怎麼寫呢 它是根據這個 它是在這裡 你看看 y分量是正的 z分量是負的 x h 這個寫 它是這個 xhi 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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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h 因为它有数据出来了 数据出来了就是告诉你 它的单位是什么东西 就是里面的量度有单位 你要把这个单位把它写出来 不可以没有单位了 然后我们算它的Blue String Bloose String 平行变动的时候 Bloose String 我们就把这个关系带起来 这个是空气的意义 这个是2.56 那你把这个算一算 我这个是特别是仔细一点 我去算的时候可以 根据这个 看看算是对不对 那等于Bloose String C.I. 这个是Bloose String 就是C.I. 因为它固设甲 是等于Bloose String 因此就没有反射 垂直偏正的时候 这是垂直偏正的 垂直偏正的时候 垂直偏正的时候 就没有反射 没有反射 平行变正 平行变正的时候 就没有反射 因此 反射 反射 反射线的电场 反射线的电场 就等于Bloose String 就是T.I. 就是T.I. 穿这脚 就是摺摺脚的电场 跟H.T.I. 穿这脚的电场 和H.T.I. 是H.T.I. 你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什么样的手 我们这里用功率手 可以没有 我们这里用功率手可以没有 就是录射线 功率密度 在这个界面上面的垂直分量 要等于反射线的 功率密度 在界面的垂直分量 在界面的垂直分量 加上穿射线的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就是 前面的垂直分量 适合 适合 斩射线 1.2.4.5 例如0,2,2,1,1,2,3,1,2,2,1,2,2,1,2,2,2,1,2,1,2,2,1,2,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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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於是,我們就可以從這個詩子寫出這個詩來 《穿色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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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A2 over A1 和界限長數的關係 換成界限長數的關係 它可以變成這個詩子 這些詩子我們都知道 1O等於32.0的Volm 這是Volm 這個詩子也叫做Volm 這個詩子也叫做Volm 然後這個詩子 這是1Pos58度 2.56Pos32度 所以算是Volm 1.0V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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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場的向量形態 在這個地上,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 這個圖,從圖上面來看 它是這個方向 通常,它的H場都不是一樣的 這個是書上例子這麼做的 如果我做的話,我先做這個H場 H場入射以後,它的方向是不變的 Ei根據H場來看 因為它不變,它的行進方向也是朝這個 所以它仍然是朝這個方向 Bt仍然朝這個方向 它的第一分量跟白分量都是正的 它的角度是32度的 我們看它這裡 你看這個Easy-dent wave 是這個 那裡是這個東西 最後摺出來是這個 這個已經算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換一下 C的I寫成C的TE C的I寫C的TE就可以了 C的I寫C的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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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換成Y Az換成Z 是負草還是負草 這個是它的 穿這個鍋的電場 那麼這裡頭 我們所不知道的是什麼呢 是Bh2 Bh2 Bh2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H1 是個 B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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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整個算出來 32π radiance θ OT 16.05 m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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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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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 5.0 4.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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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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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6.0 5.0 6.0 6.0 5.00 4.0 5.0 5.0 5.0 1.0 4.0 5.0 5.0 所有有關於邪色的題目 通常我們做的時候 都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要把入色的方向 入色線的 比如說Ki 有反色的Kr Kt 都會寫出來 一定都會寫出來 然後 你這個場 不管是 E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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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偏側都沒有問題 就是跟這個一樣 平行偏側 就看它 從這個關係裡面 可以求出它的分量 現在我們看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就是說 電磁波 是從高密度的 戒指 往低密度的戒指 穿色的時候 那麼它 在戒面的地方 一般都是有反色線 有穿色線 但是這個時候 它在某一個角 比如說這個角 入色 以這個角入色的時候 那麼 那麼 它的穿色線 就是 直射角是90度 你比這個再大的 震射角呢 它 它這個角 它不可能是怎麼樣 不可能比90度大 還可以表示 這個光線 就是 反射回來 這個時候它沒有穿色 所以這個時候它是 反射 所以它是從 現在我們這個是從 折射率大的 戒指 入色 折射率小的戒指的時候 有一個角 入色角 這個入色角 如果是 大於 某一個 臨界角的時候 這光線沒有穿色 就全部都反射 這個 你這個角 你可以看 把這個線 平移到這裡來 平到這裡來 那麼 它的這個 入色角 就是 是它 是它很愛心 好 這個 內部 就是內部 填反射 這個線上 我們用它 範圍的 比如說 我們 用一種 靈靜 用這個靈靜 做這個 像我們這個 萬語靜 萬語靜裡面 它這個靈靜 它把光線 做一個 做一個 Rification 比如說 你把 倒立的影像 就把它變成 正麗等等 還有在 在光倒 在這個 波倒 界電子的波倒 就是說 你這個波倒 比如說 我們用這個 用某一種 透明的物質做的 就是 光線 光在裡頭 傳的時候 如果它 跟這個 界面 就是 界面 界面的 目色角 是大於這個角 的時候 它就不會跑出去啊 全部都在這個 方向裡面 跑 因此 這個 應用非常的多 這叫做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現在 我們來看看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當光線 從界值1 目色於界值2 的時候 如果 N1 大於N2 如果 N1 大於N2 它從這裡 的 N2 它的 它的 界面 折射率 這個 比這個 大 Ata 是這個 比這個 大 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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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Ata 上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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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Internal Reflection 以前的关系我都导出来过 因为是非磁性物质 所以N1N2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Snails of Refraction 写成这个样子 N1N2我们现在用电能律来带 这个比这个大 因此 这两个要相等 左边要等右边 这个比1大 这个比它前面的星数 1大 因此 这个叫比较小 3θI 比3θT小 因此 θT 就是大於θI 和I的这个关系 在这个状况之下 当θI入射光线 等于θIc 这个叫做 Critical angle 叫做临界角 假设它等于临界角的时候 使得θT等于90度 记得θT是大于θIo 这个由于比较大 等到这个角 从小的角度 慢慢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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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到θI的时候 这个值就等于90度了 等于90度 它等于90度就是1 一样 这个就是等于1 这个 这个 写错了 3θT等于1 这不是3θI 这个 这个 写错了 3θT等于1 这不是3θI 这不是3θI 3θT是90度 大于Ic 这个时候 这边是等于1 因为这个1要比这个大 它等于Critical angle的时候 这个等于1 它大于Critical angle的时候 那这个要比1更大 这个值比1大 这个值比1大 比1大 比1大 就不可能 那这个值得比1大 比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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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因为任何一个角度的正觉函数 它不得大于1 所以这种情绪不可能发生 这θI和θI都把它写成θD 我这里打坐这个带过来 然后把这个符号换成这个符号 所以这个也错,这个也错 所以入射角 θI大于θT的时候 平面波就不会穿进 穿着进入戒指二 不会进去了 不会进去了,怎么办? 全部反射为戒指一 就是我们从物理现象来看 因为波也是一种能量 它在界面的时候 有一部分反射,一部分穿着 就是折射 能量就折射进去 能量折射进去呢 那就是说,你入射光的能量 这个时候分成两个component 一个就是入射光的能量 跟折射波的能量 如果折射波没有折射波 那折射波的能量是零 那反射波的能量呢? 就等于一了 就假设我们入射波的能量 是一个unity 那反射波呢? 跟折射波加起来要等于一 你不可能说没有了 就消失了 能量不会消失了 能量是会从一个能量 转变成另外一个能量 所以它进不到戒指二里面去 它就从戒指 它就全部反射到戒指一对面去 好,那么 我们现在把θI等于θIc 引起 在这个角的时候 θT是个90度 代理进入这个sneosmo sneosmo 就是这个sneosmo 这个是1 我们现在是看这个sneθI等于θIc 这个成果就等于根号 h2 of e1 sneθT等于1 因为它是90度 就是这个字 我们把这个关系换成折射率的话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可以求出θIc 是等于actin 更好 h2 of e1 也就等于actin 不是actin 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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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actin 这两个都打错了 这两个都打错了 可以 好 好 三星的C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关系是哪一个 换成n 三星的C 我们直接用n就好 这是n2 这是n1 n1 n2 over n1 把它变一下 改一下 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一下 好 这个是 我们根据 根据这个sneθI 我们来看的 从数学观点来看 当θI大于这个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刚才是 从这个 武力的观点说 你没有反射 没有穿射锅 那就全反射了 那现在我们从数学观点来看 一个锅 它到达界面的时候 就是有穿射 有反射 那为什么穿射线会没有呢 为什么 当θI大于C C 的时候 穿射线会不见 那我们就从这个 波的理论来看 我们把transmitting line 它的电场把它 求出来 看看它这个 穿射波行进的时候呢 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是说 当θI大于C C的时候 它穿射波 会有一个衰减因子的存在 因为有衰减因子的存在 所以它一面行进的 一面去衰减 它就衰减到了0 那么这个 你这波 能量不能够就没有了 所以它既然没有了 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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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反射线 所以它有一个衰减因子的方式 好 现在我们看 穿射线 穿射线 一般的式子可以选成这样 对不对 我们的角色 它是这个 X-blockization 这是它穿射线的正弗 这个是 穿射线的 Face Factor 我们看看图 图上我们没有写出来 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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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式子是这样 我们假设它是 X-blockization 那么 它的行进方向 行进方向 行进方向 我们照这个 这个 这个来看 如果你把这一条 画在这里 就是把normal line 画在这里 normal line 画在这里 normal line 画在这里 normal line 在这里 那么它 这个是X X方向 X方向 那么 Y方向 你看它是 跟Z 这个方向 K 这个方向 Z分量 是正的 X分量 也是正的 所以Z分量 跟X分量 都是正的 我们就可以把 Face Factor 主要看到 Face Factor Dot 就是把这个 dots alpha 就可以把这个 换成X 这个 相当于这个 换成Z 我们可以把这个 分成两项 一个就是 exponential 由負接β2xsinβd 这两个东西可以证明 这一项呢,它的指数变成实数 它是一个摔准因子 这一项呢,就是一个摔准因子 现在我们来证明看看 把这个-j,β2xsinβd 我们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前面这个都没变 所以,xsinβd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1-3平方式的t 还很好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对调一下 就是说提出一个-1来 把这个对调一下 根号-1就是j 或者我们说把j沉进去 我们把j沉进去 j就是根号-1 根号-1 就是整个-1 j就j了 z在这里,非常多在这里 里面就颠倒过来 本来是1-3平方c的t 现在平方3平方c的t-1 我们给予前面的 什么样什么 这个可以给予这个东西 ok 那现在是 c1 比较大 c2比较小 c1比c1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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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看这个值 看这里 这个值大于1 大于1 那就是这个要大于1 这个大于1 这个大于1 这就是正的 就是实数 大于1 开平方c出来 乘上β2 它就变成α 这是个实数 因为这一项是实数 因此 这个就变成 exponential p-α1 就变成了 衰解音子 然后 看后面这一下 这个 我们也是一样 把 jx的分成 β2 分成 然后sinc t 我们就变成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值是怎么样 比c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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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因此 这个就是一个 幅数 这就是幅数 这就是幅数 这个大于1 y1 大于1 2 所以开出来 是个实数 sin 一定是个实数 所以它就是一个 -j 所以它有个 j 所以 因此 这一项 就是一个 相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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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 这一个东西 是这个 β2 乘上这个 根号 把它变成 我们例外 叫做β2 x 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式子 就写成这样子 所以 你看 在c大于c 就是critical angle的时候 穿射波 有一个 衰减因子 所以穿射波 随着 行径距离 之一的增加 程度快速衰减 故 入射波 无法穿射 而全部 反射 就是这样子 OK 以上就是我们 看这个 有数学的观点 用波的理论 来看 为什么 因为波 从大折射率到小折射率的时候 他没有穿射波 是因为他进入到小折射率的时候 戒指的时候 他的波会产生一下衰减因子 所以他越来 行径 往前行径的时候 他就很快摔紧到地 于是 没有波进去 进入到戒指二 那这波 能量全部留在戒指一 就全部反射回来 现在 这里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戒电值透明的固质 藉着内部全反射的条件 做成一个 导光 或者是导坡的 戒电值棒 这就会好像一个圆柱形的 就是他的一个破面 圆柱形的 我们现在要把波 从这一端入射以后 他经过一连串的全部反射 然后从这个地方穿出来 那他就是当中 因为一般光线 你有反射 有穿射的时候 它会损失的一部分 比如说 他的反射线会损失 当你没有穿的全部反射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损失的比较小 那么 我们就来看这个图 这是 入射线 从这个 戒电值棒的这一环 入射进去 入射进去以后 如果我们假设 他这个脚 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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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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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还是 是 就是 就 就是 蒸 衔 某 的 还是 赶 而 他的 有 cual 在這裏面交接的地方,有一個陸射角 一部份反射,一部份穿射 如果這個時候的綠色角 大於這個界值的critical angle 大於這個時候 c在i 要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c的i 大於等於c的i 那我們就有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 當然你這個比較大 當然正確來說,你腳步越大,就越大 因為c的i 如果正好是bluester angle 如果正好是bluester angle bluester angle 這個角,路射角加上折射角 路射角就是反射角 這個角就等於90度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3c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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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3 2 解c的t 就等於cosc的t 大於這個 4c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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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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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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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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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界质棒,界贴质棒里面 所以从这个式子,我们就得到sine c 的 t 等于 更好这个,存sine c 的 t 那么就把sine c 的,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先去cos c 的 t cos c 的 t 是等于 sine c 只得一个sine c 的 t 叶极 他时候要加二分之一 8 所以是一个sine c 只得一个sine c sine c 330 生 c 只得一个sine c 3C的IC 等於N2 over M1 這個在Critical Angle的時候 它的穿著角是90度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 畫成這樣 1 這個是空氣 相其是兩個式子 帶入這個式子 古才C的體义 無才C的IC 帶進去 我們就變成這個式 變成這個式 然後呢 於是我們畫成這樣 從這個裡頭 我們可以說 Y1 要大於等於 1加3平方 3C的I 那我們就可以 找出 你這個 借墊之棒 要什麼樣的一個 材料 它的借墊長度 是什麼樣的一個材料 然後 它的光 不會從 借墊之棒 裡面跑出來 就會在一種 反覆地做 內部全反射 最大值 這個數值 當這邊 是最大值的時候 我們這 萬平方的最大值 就是1 1 那也就是說 它的 最小的 所以我們取最大值 最大值 那這就是2 2 大於等於2 大於等於2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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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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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等於2 的物詞 有玻璃 石音 都可以用來 借墊之 倒坡棒 這就是 我們倒處來說 你要做倒坡棒 它必須 你這個材料 隨便什麼材料都可以 這裡就證明說 它的材料呢 所以 凡是大於等於2 大於等於2 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例子 我們帶給大家去講 我們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